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股價有好多好多的錯誤 所以分合之間就是天底下的大道理 所以不一定什麼比較好 有時候我掛掛的料大家又如何 又學起來也是可以 但是在外的看法大部分是分開後就比較難合了 當初那一塊一塊刮刮刮刮刮刮 現在要拿出來分別賣的時候 有的沒路啦 有的就是沒有就卡亂七八糟的地 那個都死在那地方 結果沒辦法整合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所有權了以後 所以保持共有 大家多數一個的更換人來 所以這個很多 這個說話就有趣了 因為這裡面學問很多 我講一些 各位 現在就 剛剛我有講到那個 賤價的問題 賤價 你剛才在你課的時候 我聽說什麼人要吃糟 因為我分到土地比較多的 我要補少的 會吃糟嗎 那各位這個時候呢 估價 我要講到估價 各位估價的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估價 很重要的就是時間點 我以前我扳過的雙宅 各位 他雙宅 他標到跟他買一買兩棟花 還有兩棟花的時候呢 這個房子是怎樣 開賤 開賤 所以我去跟他請那個估價師說 當初這個房子 買四百萬 如果如果雙宅的時候呢 要這個價格存多少 他竟然把我勾六個五 應該是要勾在哪裡的時間點 買賣時間點嘛 說我買這間房子是好的 如果是雙宅是不是要打七個 假設七個啦 打七個 那是不是七四二十八 他要爬 你要行我百年嘛 他現在給我們勾一個六個五個 這樣標示那個房子是怎樣 開賤 開賤 這樣對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估價有好多好多的錯誤 因為我也有去勾過估價師 那我教估價 我現在給你們聽 你們真的 會去給這個估價買賣 各位 他以前這條路 一條路進來 這樣 那我 我的土地 假設是一百倍而已 結果 因為我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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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要拆工廠啊 為了讓我完整 我完事的董事人 吃 我現在變成又基本一百倍給我 所以各位 我是不是這一百倍 要找 找給那些少掉的人 他在換他就找估價師 還有一百倍二十萬 我們要補人 各位 我們一百倍要補人多少 兩千萬 兩千萬 現在我的董事人 用了之後拿來 他來告訴我 陳醫師 你的健康 你實在比較多 是不是這兩百倍 看人家有什麼 不買 我說要開多少 他說開 可以開一倍二五 還是二倍 這樣 我們的合意 拿去給我們的健康的朋友 說你們有興趣 結果 我們的健康的朋友 拿去建築書 他說怎樣 這一倍差不多五萬 他說這條雖然現中有路 但是這條水裡底呢 所以水裡底那種走到變路 這樣可以指定建築書嗎 不行 所以這條水裡底沒有路 所以水裡底那種走到變路 那麽當初呢 我們趕快替他上訴三審 結果三審法院說 人家是專業 請問各位 專業會不會犯錯 對 專業真的是個問號 專業 各位 我們路書是不是專業 也有聽到的 怎樣 也幾個看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 這大市場你知道嗎 各位 這個歡迎我們復活 復活 復活之後我們要補人 兩千幾萬 那各位 變成我們的土地上 有一個什麼權 法定什麼 我們的兩百平的土地 拿去定期 別人拿去定期 我們拿去定期 都會卡到什麼 兩百平 上面有兩千萬的底 什麼 抵押權 除非你把這抵押權拿去提存 我們怎麼可能去拿兩千萬提存 結果別人去登記了以後 把我們的土地 代為登記嘛 所以我們上面 就有兩千萬的抵押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 因為怎麼 我們是要補人兩千 那你想這一半 沒有路的時候 五萬二兩百平 也比較多少 一千 我們這兩百平拿去給我們打賣 這法定在哪 是不是 又欠人 一千 欠一千 這一千 他可以回來查封 我們的薪水 我們家的房子 可以啊 可以啊 打賣不夠 打賣不夠 對 我去跟他申請再審 也沒辦法 各位 這個是什麼呢 這就是建築書 他沒有建管的觀念 沒有去看說這條是什麼 蛤 水利益 沒有建管的觀念 他就這塊 拿來這條路 會對民 比價 他們的公家書是用比價 各位 要買一樣這條路 就不一樣 有呢 可以聽說這種事情嗎 這就是 工夫太壞的人 不可以讓他拿到牌 同樣啦 工夫太壞的人 不可以讓他拿到牌 會餘害那個 眾生 真的啊